哈喽,是冰稿 我是Leo 感谢斗内的朋友五位 Russell,MuMu,Valley,Fifi跟Jesse 我们最近有斗内给五股收容所 这好像不是说斗内 捐赠捐款给五股收容所了 就是我们有打电话去联络了 然后他们不接受直接的捐款 所以要先联络新北市的动宝处 然后再指定要给他们 他们才会收到捐款 听起来有点繁复 但是不要担心 Leo's on it When you say someone's on it 就是说他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Leo有在处理这个捐款的程序的问题 所以一定会把九月的捐款 顺利的捐给五股收容所 可以预告一下是说 我们年底应该会推出一档 口说的线上课程 最近就会发问卷给大家 更了解大家的需求 想要学的是什么 希望什么样的形式等等的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先你准备一下 我会发问卷 然后大家可以勇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门课就会变得更适合你的需求 帮助你把英文变得更流利 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啰 这集是Bingo新闻乱报 Bingo News Nonsense 平常我跟Leo就一起聊新闻 那今天就是 Share this moment on air 在线上在空中分享这些时刻 那英文单字的部分呢 我们会事先准备适合补充的 有时候呢 会随性地就分享一些适合的英文表达 那我聊到的单字呢 会放在电子报中 用讲义的形式寄给大家 寄给回馈 Donate的朋友啦 所以呢就是这样 啊对了 那讲到Donate的朋友喔 这周五的单集又会是 会员限定的BB Plus 其实就是进阶会员限定的BB Plus 如果你Donate99的话 你的全线是可以听到 公开单集的五广告版本 如果不知道怎么订阅 记得来信来讯问我 没有问题 那这周五的这个 进阶会员限定的呢 就是199或299的听众 才可以听到的喔 所以呢敬请期待 这一集是会聊 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 在欧文系上课的小故事 跟我的英文学习 还有我跟大家分享的 英文字学诀窍 非常有关喔 所以敬请期待咯 想要听的话 也欢迎赶快来加入啊 有30天免费试用 就可以听到咯 对 好冷漠喔 热情一点 好OK 好那我们就来 首先一样我要来跟Leo 分享一个新闻 然后听听Leo的想法 就是最近我在Threads 就所谓的 上面看到说 有一个podcast 他就用两个AI的主持人 一个AI男 一个AI女 然后安排这个节目 最后一集 让AI发现自己不是人 他们发现自己一切的记忆 都是植入的 然后呢 这个男主持人 还试着打电话 给自己的老婆 却发现根本是空号 然后最后 这两个人对话 就越来越哀伤喔 可以听到那个情绪 明明是AI 然后他们最后就说 这集结束后 我们就要被shutdown了 我们就要被关掉了耶 好不甘愿喔 然后其中一个 就说 I want to get a lawyer 我想要找律师 可是他们没有权利 他们说什么 AI has no rights 那就听起来超级悲伤的 现在Twitter上面 有很多AI作画的账号 所以搞不好 再过几年 会出现很多档 AI主持人的podcast节目 天哪 其实我觉得 AI的发展难以预测 所以我也不会敢说什么 他们就会比较感情不够 或是他们就 不懂怎么去搞笑 因为像我最近 跟ChatchPT 在聊天或是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幽默力 跟幽默理解力 已经比初期的时候 增长非常多耶 然后 It gets my joke 就是他听得懂我的笑话 我会跟他开玩笑 就是 我这个人比较 我觉得我这个人 可能就是感情太丰富 我跟AI都还是会在那边说 请问 然后感谢 哇你真的帮了很多 然后我还跟他 我也会 你也会吗 对啊 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 什么的这样 然后 一开始的ChatchPT 其实是有种 It would be pretty confused 然后就回那种 很AI式的那种 谢谢你的称赞 那种很无聊的 但是现在有时候 他甚至可以给我一点 comeback 给我那边 唱来唱去 就是搞笑的 唱来唱去 所以我就觉得说 AI podcaster 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好 支持我们哦 好那Linan 你有没有看到 什么有趣的新闻 我最近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就是 东京那边通过了 一个防奥客的条例 蛤 防Karen吗 对对对 他们正式的名字叫 防止顾客骚扰条例 哦 他们想用这个哈拉呢 对对对 这是卡斯哈拉 Customer Harassment 哦 就是他有 明定一些 Customer Harassment 的一些例子 像是 不可以大声辱骂店员啊 不可以提出 无理的要求 强迫店员 磕头谢罪 蛤 之前日剧 不是有看过 那个 心愿皆宜的 哦 是是是 然后 也不可以就是 一直炉要优惠 然后不肯放人走 这也是一种骚扰 哎 你讲到这些不同的哈拉 这其实也是一个 很受到讨论的议题 哦 就是以前不是有 性骚扰 还有职权骚扰 对 Power Harassment 对 可是从来没有明定说 什么是顾客骚扰 嗯 所以以往遇到顾客骚扰的时候 也都不能怎么样 嗯 可是现在明定出来之后 店家就会比较容易去阻止客人 继续在那边闹下去 我觉得非常好耶 听这个Podcast应该会喜欢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一件事情 光是拥有一个单字 或是有一个文字来形容它 这叫所谓的verbalize 就是把一个东西变成文字 把它说出来之后 其实就比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跟正式 如果OK 顾客骚扰这件事情 没有这个Customer Harassment 这个字出来之前 它是更弱的议题 是难以讨论的 那难以讨论就不会有solution 所以我觉得还是好的发展啦 对啊 对啊 报导里还有提到一个 很扯的案例就是 曾经有个顾客投诉 他从超市买的豆腐坏掉了 然后那个经理就 特地搭电车30分钟去他家里 去看那个豆腐的实际的状况 跟收取 好用心哦 对啊 结果发现 那个客人买豆腐 已经是两个礼拜前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理应过期的东西 对啊 可是客人还是逼他下跪道歉 好扯哦 超荒谬的 真的耶 好那真的希望这个 可以发展的更健全哦 这个概念 然后台湾也可以跟进 台湾也需要 感觉各国都需要 真的 讲到这个交易购物什么的 最近美国人啊 又在扫货买卫生纸了耶 台湾吗 不是哦 他们是因为 美国的码头工人 Dock Workers D-O-C-K Dock Workers 他们最近罢工 They have gone on a strike 他们在罢工 那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知道有时候这种感觉 来的就来的 他们就觉得说 诶 都大老板在赚耶 让我们底层的员工这么辛苦 我们薪水怎么没那么多 大老板怎么在住豪华别墅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要发起罢工 就是 Go on a strike 然后 因为这样子呢 美国就担心说 进口的货会进不来 货进不来 所以呢 就会担心说物价又会飙涨 所以就开始狂买卫生纸 就所谓的 Panic Buying 恐慌购买 就是所谓的扫货 Panic Buying 那但是 很多人都批评说 美国人这个行为是很愚蠢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台湾买的书结 不是美国的吗 没错 很多的雷秀 那些一页秀 都在说 No one should be panic buying toilet paper because they make toilet paper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自己境内 就有在产制卫生纸 而且说不定是大宗的 就像你说的书结啊 什么的 所以根本不会因为码头工人罢工 然后就卫生纸缺货或是涨价 所以这个Panic Buying 就真的是Panic 只是恐慌这样子 这也呼应到你说的 全世界都有奥客 全世界都有白痴 真的 好啦 讲了那么多 好像人性很不好的 我们讲一些很优秀的人好了 善良的人 好啊 最近蔡英文跟赖清德见面 就最近蔡英文准备出访欧洲 她是要去做这所谓的恶鬼外交啦 哪两个字啊 就是一二三二二 然后鬼道的鬼 也就是她并不是一个正式的Diplomat 她也不是政府官员了 可是她还是可以为台湾进行外交工作 就是建立国际间的关系 像我们就可以说 She became an unofficial diplomat for Taiwan 她变成一个非正式的台湾外交官 那她在去欧洲之前呢 就去跟赖清德见面 然后我觉得超喜欢的就是 我看一些影片就是 You know how serious they could be sometimes 他们有时候就很严肃 然后有点让人觉得 好像也很有距离感 可是在这个影片中啊 蔡英文协人之后 真的是觉得 比较像人了 有温度这样 之前也很喜欢 只是说现在更有温度了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建坛的人吗 你对他们的印象不会是这样 可是他们那天一见面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一直在聊 他们的猫猫狗狗 然后when it comes to dogs they talk non-stop 他们一直聊一直聊 像蔡英文就是 一看到赖清德的狗狗 斑斑 斑点的斑的时候 他立刻就变成说 你笑起来好可爱哦 然后他就蹲下来 把一大袋的伴手里 一个那种可能就是 想象的什么 加勒服的大塑胶在这样 一大袋的伴手里 拿出来说 这个是袋鼠肉 我们家的爱吃 然后这个是我们家 自己做的牛肉干 他们喜欢的话 他跟爱情者说 他们喜欢的话 我再做给你 然后什么 拿出一个不倒翁饲料玩具 然后说 发明这个玩具的人是天才 这个话题之间都没有间断 就是疯狂的一直讲 就是 So not typical of蔡英文 蔡英文通常不是这样的嘛 通常讲一句话 要想一下 就是很谨慎这样 他讲到猫狗又整个就是 对啊 你不觉得超可爱的吗 对啊 然后赖青的也是哦 他平常都是那种 斯文谨慎的 慢慢行动的人 但是他那天跟蔡英文 一起走到那个 斑斑的小房间的时候 他就突然变得 超俐落的 很溜辣的 就立刻的 走向一个旁边的玻璃柜 然后打开柜子 双手快速取下两个鲜料 完走向斑斑 就是一个 你看得出来 他平常有自己在喂 即使他这么忙 那对我们两个这个 爱猫狗的人来说 就觉得这是 圈粉中再加圈粉了呀 真的 让我想到以前 就不讲名字了 就会传出很多那种 像新北亚为了办活动 就会去扑杀流浪狗 那种现实这样 就觉得 差很多这样 真的耶 真的 这补充很棒 就是虽然我们也要听别人说话 来去认识他们的为人 没错 可是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 他做的事的结果是什么 那才最真实 口口声声说什么 支持同志 结果 那个 同志合法化的时候 跟我没投票 跟我没出息 对投票票 就觉得 那你怎么能相信 他说的话呢 对不对 讲到莱青德啊 前几天 台湾不是国庆吗 然后他就丢出那个 祖国论 很厉害耶 对啊 然后也有上很多外媒的报导 这样 所以他们祖国是说 motherland吗 对 他们是用这个字 OK 对 跟大家分享 mother 妈妈 land 土地 就是祖国 OK 像路特的时候就说是 impossible for PLC to be our motherland 可能是我们的祖国 这样 然后 BBC还加说 because our republic is older 对我们的民主国家 年纪比较大 113 你看 莱青德不愧是李祖的 他用数学解政治 对啊 没有人想过可以这样解 对啊 而且你这样一解 你就有一种觉得说 很难辨啊 你看国民党这波的回击 都有种 就是弱到那种 球都还没丢到 就是我以前丢躲壁球 这样 那就掉地上 那种感觉 就你这样说 那就掉地上了 对 然后你知道国庆快乐 可以这么说吗 Happy National Day 对对 Happy National Day of Taiwan 然后立陶宛在祝贺的时候 他也有说 Happy Double Ten Day 也可以直接简短的说 Happy Double Ten 嗯 黑他 好像是文鸭 更简短 黑他 哈哈哈 我最近听一集podcast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 我来念一下英文 让大家听力练习一下 他说老龄化社会 其实有一个问题 Discussions about aging mostly focus on crisis management rather than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happiness 他说 对 还好吗 老板Q 听到老龄化 就老泪纵痕吗 他说对老龄化的讨论 多半停留在危机管理 而不是创造新的机会与幸福 好 讲白话一点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工作跟退休制度 都应该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 让老龄化社会 不是只是在 避免老了会孤独老 或是 好不是避免坏事 而是让老龄化社会 可以过得更爽 嗯 他说比如说 不要再用年龄去退休嘛 就是不要说65岁 或是几岁要退休 应该是 你生病了 厌烦这份工作了之类的 你就可以退休 退休之后 如果你感觉想重回职场了 你也可以回去 你看将会 对不对 风麦也可以再开麦 对啊 然后还说要说 比如说受教育的时间 其实应该拉长一点啊 因为以前我们学校 什么国中三年 高中三年 他的论点是说 我们以前这样的设计 是因为我们活得比较短啊 可我们现在的平均年龄 是好像这几年 好像double了 活到120岁的 也不是说不可能了 对不对 那教育时间 为什么不要拉长一点呢 比如说国中和高中 各多一年 然后 可是不一定要是 都在教室里啊 可以是去intern 去做实习 去volunteer 去做志工 然后去更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这样听起来蛮不错的 对啊 而且你科学压力 也不会那么大啊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高中一年 应该要去上 大学的通诗课 哦那也不错耶 对啊 就才可以更知道 那个学系在干嘛 跟自己喜欢什么 像我们以前填外文系 很多人也都不知道 是一直在读文学 嗯 以为就是哦 英文好 就去那边 然后英文觉得更好 就会找到工作 结果就是一直读文学 然后失业 哈哈哈哈 对啊 就就一直读一些厌世的文学 让我们意识到说 哦这世界原来这么残酷 对 我个人是还是很开心 读外文系的啦 厉又是吗 嗯 不要关枪哦 我是很开心 但是我也必须说 我那时候真的对外文系 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去读的 好像只赴为婚之后 还好 还算过得幸福 这样 还有就是说 他提出这个 我想 宾友们可能会觉得 更迷人 就是说 工时缩短啊 职哀都变那么长了 工时缩短啊 一周就工作四天就好了嘛 可是可以工作更多年嘛 嗯 对啊 所以说起来 其实整体就是说 老龄化社会 其实是活得悠哉一点 有尊严一点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危机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so empowering 你觉得呢 这个这个提案 我也觉得蛮不错的耶 像餐厅就只会想到 什么 要弄个斜坡 不然老人家不好走 楼梯 嗯哼哼 可是就很少看到 会退出那种什么 适合老人的餐点 就好像 像你说的都在 防止坏事 但是没有让他们可以有 更多可以享受的东西 真的 而且有一种就是 做bare minimum 就我做到哦 这部分 嗯 那种感觉 而且而且 并不是只是让老人变开心耶 是从小到大 都可以过得比较 悠哉 开心 个人是自己 对啊 超棒的哦 那你要看到什么有趣的新闻 我有看到一个重大 可是不算有趣的新闻 哦 就是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你有看到这个吗 哦 是个韩国人吗 那是文学奖 哦 哈哈哈哈 I don't listen 你可以 you can accuse me of that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是日本的原子弹爆炸 幸存者的协会 哦 然后他的全名叫做 日本原水豹 被害者团体协议会 嗯 原水豹 就是原子弹加 氢弹 哦 原来这么复杂哦 对啊 原子弹 氢弹 核弹 好像都不一样 好 但不管怎样 真的是很不好的事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有看到 很多中国跟美国的酸民 就会说 他们当初也是战争的参与过 然后他们也有杀很多人 凭什么他们被炸个两下 就可以得到和平奖 天哪 诶 这什么都要酸呢 这些Trolls T-R-O-L-L-S 酸民们 嗯 幸好我有看到 下面有个不错的留言 在解释说 这个奖不是颁给 当初参与战争 还有被炸死的人 是颁给这些幸存者 然后他们在 这将近70年来 不断在全球来回奔走 然后就分享自己的 亲身经历的故事啊 然后办一些教育活动 让大家知道 这些大规模的武器 有多可怕 然后希望可以促进和平这样 你怎么觉得 上面都是那些不做事的 然后骂那些 真的很用力活着 跟努力贡献的人 对啊 像我们看 晋级的巨人最后 不是主角们 就很努力的在奔走 对 可是岛上还是有一些 既得利益啊 然后还在那边 撤后腿的人 对 还在那边闲言闲语的 嗯 真的 我也不知道该不会说恭喜 可就是很为他们开心啦 就有被肯定了 对对对 应该是可以恭喜的啦 对不对 嗯 而且我们不是有个朋友 东宰 就他说他之前去广岛的 元宝纪念馆 嗯 然后就说 里面还是有很多 幸存者会努力的学英文 想要跟国际的游客 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后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展示品 跟当时的照片 然后他也说 几乎每个人都是哭着走出去 然后很多人还会哭到 就是必须坐下来休息 没办法直接走出去了 嗯 光是听到这已经有点沉重 其实 对啊 真的是不要 不要有战争是最好的 就几个独裁国家在那边乱 对啊 嗯 哎 讲到反战啊 宫崎骏的作品 跟他的理论 不是知名的反战吗 对不对 嗯 会有一个跟宫崎骏相关的 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这样 就宫崎骏工作的时候啊 原来很厌世 反正有一家荒川的导演 就是在拍摄 宫崎骏创作时的一些 纪录片这样子 那就发现宫崎骏创作的时候 长期会抽烟 斗角 然后一直碎念说 我很烦 这太麻烦了 真是麻烦 真麻烦 真够麻烦的 我想不出来啊 然后就骂那个导演说 荒川你烦不烦啊 不要再拍我了 这样 嗯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 是因为 Oh my God 连他都会厌世跟这样工作 所以我们就是 也不用对自己太苛责啊 真的 好像分享一下厌世的英文 厌世有分成你 分世忌俗吗 也有分成你做到好累 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了 那种厌世 那如果说分世忌俗那种呢 是Synical Synical 但如果你的厌世是 工作加班到 很想要 抓工的这样 那适合的字是 Jaded 其实Miley Cyrus 有首歌就是Jaded 嗯 就比如说你在感情中 或是你工作上 总之你对一件事 重复经历 或是过度接触到 烦了 你腻了 好 工作厌世有这种厌世 所以你就可以说Jaded 如果想要加强这个字的发音 或是印象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搜寻那个 Miley Jaded 听一下 就可以听他一直唱 Jaded 这样子 Jaded不是玉吗 那这有关系吗 嗯 可能他就在鼓励你说 你累到一个点 你就会变得像玉一样发光 我乱说的 哈哈哈哈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哈 欲不着不成器这样 对 谢谢你帮我满足了 这个后来的部分 哈哈哈哈 是的哦 Jaded就是说 你会有厌世的感觉 但是欲不着不成器 乱说的 哈哈哈哈 好啦 你来一个新闻收尾一下 好 我先讲一个轻松无脑了 然后再讲一个好的收尾这样 OK 就是日本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他们有一个YouTuber 被YouTube给ban掉 嗯哼 她叫Maka桑 就是一个女生 嗯哼 然后她的影片就是 她都没有穿胸罩 然后再散步 新闻标题就说 她是No Bra C的YouTuber 哈哈哈哈 可是maybe this is a cause that she's You know supporting 就是 女生不一定要穿胸罩 她有这样说吗 我没有去看 她被ban掉了 OK 也是也是 因为其实 国外好像会有一个小小的 讨论啦 就是会觉得说 女生要不要穿胸罩 应该自己选择 而不是说好像 每一穿就是不雅 因为社会其实是这样的声音嘛 好像每一穿就是不雅 所以才被ban掉嘛 YouTube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理由 YouTube不敢说 对啊 她们常常都这样 脸书也是啊 嗯 对啊 但国外确实有这种讨论 虽然很多女生觉得 有关身体自由的部分 她们就会用 不穿胸罩 然后拍照 上传或者是 就是在外面行动 来make a point my body my choice 这样子 我们之前看六人行的时候 Rachel不是就很常不穿 对啊 对啊 Rachel所以不穿 就是Jennifer Aniston 对 说不定那个时候 就有这样的运动 有可能耶 好 那我要讲最后一个 为什么你又露出 喜乐的微笑 因为我本来讲说 要讲一个笑话 就是你可以去当一个 没内裤系的YouTuber 就塞一根大黄瓜 去教英文了 哎 天呐 好啦 没有正道自己的这件事 好 就是 前几天 国庆日当天的时候啊 高雄的 澄清湖棒球场那边 有一场棒球比赛 然后 比赛的时候 场边就被垃圾车 跟回收车给包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 澄清湖棒球场 比赛的时候 被垃圾车跟什么包围 支援回收车 支援回收车 嗯 有人诈赌 哈哈哈哈 为什么是诈赌 就是 有打假球啊 就觉得你是垃圾 这样 哈哈哈哈 不是耶 啊不是哦 对 OK 是因为 之前不是有个 山陀尔台风 造成高雄严重的损害吗 嗯 然后那个 澄清湖球场的足球队 就是台湾钢铁集团的 雄鹰队 他们就邀请 清洁队担任 开球的嘉宾 然后也有邀请 台电维修人员 去当特别来宾 感谢他们 在台风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 让高雄恢复原状 太感人了吧 对啊 高雄就是这么有人情味 那就顺便讲一下好了 台缸雄鹰 他们是Hawk 嗯 H-A-W-K 就是它也是一种老鹰 嗯 可是跟Eagle比起来 Eagle是比较大 比较凶猛的大老鹰 哦 是哦 然后Hawk是比较小 比较灵活 擅长快速捕裂的 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次你不管是约炮 或者是跟你的伴侣 脱下来见大理的时候呢 如果他比较大 你就说 哦 那如果稍稍比较小一点呢 就说 哦 它是Hawk 好 这里就先到这边哦 谢谢斗内的朋友 那如果是有199、29的朋友呢 我们就周五会有 Bingo 碎碎念 进阶会员限定的版本 可以听到 那如果是一般的听众呢 我们就下周一的 Bingo 新闻栏包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